台股在江线所谓的辉煌时刻吗 看到指数不断的创新高 接下来机会到底在哪里呢 电金船当中又能够谁能当最主要的女主角 男主角又是谁呢 另外Compute Test展的即将展开 所以呢到底哪些个股其实呢都会有机会 大摩已经列出来了 但是呢是各个有机会 是不是也是各个有把握呢 另外呢就是AIPC相关的个股呢 今天节目当中也会帮你来做个补充 另外机器人相关的概念 因为大勋哥也这个持续加持 所以相关的这个机器人的产业大爆发 到底哪一些呢 其实他的筹码涨幅 值得你来做个观察 最后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要赠送给你了 一冷散热大扩厂 所以积极好能翻倍的 扫其方的QR Code将资料赠送给大家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河潜宇欢迎再度准时所有电影投资风向球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顶夜投顾的刘清俊分析师 来到节目的现场分析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你看我这个跟分析师录也前面都不想废话 因为只要他来的话内容会非常扎实 而且呢有时候我们都是什么什么 大家之前会讲说事前预告啊 我跟你讲我带子真的可以重播 这清俊老师来的时候其实就叫事前预告 我们等一下一一看了一看这个行情的变化 这个因为我们是大概一个多月才会再请到刘清俊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 所以呢今天有很多相关的 你可能是不是都忘记了对不对 但我们今天要郑重的提醒你 现在好以前现在到未来还有哪一些是刘清俊老师觉得看法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哪一些产业其实更值得你要认真推敲 而不要只是右耳进左耳出 其实那真的会很可惜哦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总共帮观众朋友讨论的重点有哪几项哦 好第一个呢就是台股啊是不是这个在线辉煌呢 好这个灰呢是灰达的灰 黄呢是黄仁勋的黄 在线辉煌的时刻呢是不是电金船能够领头载工 因为在上个礼拜又看到指数来到历史新高 好接下来你看节目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您是周末假期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这个持续创高 但是有没有可能要拉回整理 今天节目当中要帮您来做个补充哦 AIE条楼的行情台股大戏市场这边还是认为登场事实上是会见到惊喜哦 那另外这个财报的部分 汇达财报大家都知道的话非常不错 所以现在大家都关注于台积电台积电的千金俱乐部 是不是在第二季就有可能要开趴了 第二季是指什么时候呢 是六月份吗还是七月份吗 还记得吗大家之前讲的五穷六绝七上吊 那结果没想到台股在五月份却濒临了这个历史新高 那接下来你到底该关注哪一些呢 那我们再次跟你讲黄仁勋他有时候会开金口 有时候会去跟你报名牌 那这次给您探的是什么呢 看的就是AIPC加码标股将大公开 今天节目里面刘清俊老师会帮您持续的来做分析 另外就是在三月份在与GTC大会的同时 好一亮相的这个机器人大军 那个时候我们就请到刘清俊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是刘清俊老师是市场第一先说机器人的所罗门 是的没有错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刚好黄仁勋在GTC大会的一个彩蛋 然后他公布他机器人的大军 然后也很隆重很霸气的宣告说机器人的一个市场 机器人的一个未来已经要来了 那待会我再会在节目里面再跟各位报告机器人的产业 因为这次的机器人跟三月份的机器人又有点不一样了 哇太棒了 所以我们这个是邀请来宾来到节目现场录影 其实我们要有点专业要录的时机刚刚好 还要请对来宾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下 这个是机器人的大军这边公营大勋哥 所以呢百元俱乐部当中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百元俱乐部 除了所罗门之外 有些百元俱乐部有投资人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挤进百元俱乐部 那哪一机党可能有这个机会呢 将会开门迎宾呢 开门迎宾之前你到底要做怎样的功课 好散热也是之前三月份刘青俊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就不断的跟你说你不要想太多好 好鼓其实就那么几檔 是散热 没错 那等一下你要补充对不对 那个热没有办法散掉 他还会持续热下去 有人说啊何晴冷却了 我说没有就是因为有冷那个字开头 是的没错 所以这个散热才会持续啊 这个也是刘青俊老师跟何晴讲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来做个分析 好最后一个部分呢那就是除了散热之外 到底谁能还能百分百呢 军用的无人机还是夯飞天哦 翻倍还有谁 我们等一下持续帮你来做个补充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整个景气当中 要先看所谓的景气对策讯号 虽然有人认为它是一个落后指标 但是它对于台股也好 对于市场这边经济面的呈现 也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看一下近一年国内景气对策讯号的分数 目前已经来到了35哦 这已经是从三颗的这个绿灯转为黄红灯 黄红灯之后呢 这个是26个月以来的首件 然后呢景气真的是已经走出2022年底以来的 一个谷顶稳步向上 我们旁边给你另外一份图卡是 国内景气对策讯号VX台股的部分 我们这边给你看的这个图形当中 事实上当时的这个景气对策讯号是在21分 台股那时候指数是在12664.8 那接下来有如果这个黄红灯的部分 持续展现到40以上 甚至会跟台股的指数交叉向上的话 有人在看这个接下来这个 再来个3000点5000点应该不是个问题 那信心指数的部分是代表所谓的投资的部分 投资什么呢 投资股票也好 还有这个国内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部分 另外呢还可以看到有一些重要讯息 那我们也看到台股的大盘 以及融资券进出的变化 先赶紧交给我们分音师 怎么看都很顺眼 但是涨多了吗 刚刚主持人好像有点在开车油门给他吹下去的感觉 不过在这边我想在这里 我想跟上次来的一个情况 我在这里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 那时候指数来到19000多点 我记得那时候市场对那个指数的一个未来 还有看法是比较呈现一个审慎悲观的 那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给各位加油打气 我跟各位说五月份他的涨势 他的涨法大盘的一个走势 可能会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那我今天录影的这个时间已经是五月底了 五月底 我相信从之前的19000多点到现在2万 已经快要看到22000多点了 对大盘涨了2600多点 那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应该对指数已经开始 有点乐观的情绪已经上来了 我看成交量不断的放大 市场讨论度也很高 然后媒体不断的继续坦论一些 比如说Computex的一个电脑站 还有黄文勋来到台湾 这个话题还会不断的延烧 但是不好意思我想跟各位踩下刹车 也就是说端午节 端午节9月9号 6月10号 端午节6月10号前后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指数来到那个附近的时候 我认为指数应该要进入一个休息整理 不是走空各位不要误会 我没有对大盘的一个那个长期的一个趋势 去打折扣或者是看坏 绝对没有大方向依然往上看 但是端午节前后这个地方各位听清楚 我今天是来跟各位聊未来的 我不是来缅怀过去 然后去吹捧我过去的战机 不是的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下 我对大盘未来看法 6月10号前后 为什么 因为Computex展结束了 是 黄文鑫离开台湾了 大盘涨了快3000点了 然后呢即将又要进入除全息的行情 所以指数来到端午节前 有人说可能会刚好 所谓端午节变盘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变盘的一个因素可以把它摆一边 我认为指数到那个附近的时候 因为这些因素 比如说Computex结束 黄文鑫离开台湾 我认为行情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 降温一下 对降温一下 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 是 所以你指数如果不让他整理 不让他拉回 后面怎么有机会 再去往2万3 2万4去迈进呢 所以在6月10号那个前后 我认为6月中旬以后 指数可能会到 应该会进入一个休息整理的一个阶段 所以大家在 不过从现在到6月10号之前 端午节之前后 我觉得各位还是可以好好的积极的去悬股 只是关键时间 那个时间点快要到附近的时候 各位要稍微 该把党要把党一下 该获利了结要稍微 那个减码一下持股 会比较好 好非常感谢我们 刘清俊老师做这样一个 帮您分析也就是 机会人就在 但是人就是那一句老话 当今天多同行情 往上推升的同时 没有重大的因素之下 其实他要往整个 要修正他的多方格局 其实目前看起来是真的没有这个败相 只是说涨多了来回来做个震荡 大家可能都需要休息一下 这也是可以的 那融资券的变化 三大法人的买卖超 还有所谓新台币等等 其实这些关键因素 你都要来做个掌握 AI一条龙的行情之下 台股大戏要登场 那有惊喜吗 我们这边也帮您整理出来 像刚刚分析所说的 Computex的一个展期 另外还记得还有一个 苹果的部分 苹果WWDC大会要召开 然后接下来是除旋席的行情 所以这些会不会在于 所谓的之前 也就是我们算是端午节之前 会开始进入到有一些这个变化 这个要紧急供给投资人参考 但市场这边对于整个市场布局当中 认为科技的部分 AIPC 然后这个IDC制裁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供应链的部分 例如这个GB200的供应的部分 是提前到3月份 今年的第三季 其实就要开始量产出货 所以整个市场这边所看好的 都在这张图卡当中 帮投资人来看一下 例如可以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这个上个礼拜 有来到878 这900元马上就要来到了 鸿海的部分 联发科 这个之前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经典 广达还有伪创等等 那等一下我们会逐一帮您来做个补充 我们接下来看到徽达的股价 徽达今年的这个股价的部分 大概涨幅有121点多 台积电的部分也有45.9% 我们这边是要看就是 台积电我们要请教一下分析师 台积电其实算是整个台北股市当中 重中之重 他不动似乎好像指数就不太动 但他的题材又这么多 整个大家因为徽达财报好 所以直接给台积电的目标价 不断的往上推升 我们也给了外资看台积电 登千元的相关理由时间交给你 帮我们略微补充一下 我认为那个NVIDIA 挥达跟台积电是哥良好 他们的股价几乎之前来讲都是 自然是同步的 可是各位没有发觉 最近挥达不断的创新高 我今天来录影的时候 挥达昨天涨了7% 可是台积电今天有没有涨呢 没有 就如同我之前刚刚上一段 所跟各位报告的 台积电900块 我认为也有机会见到 但是问题是说 台积电这波也是涨很多 我认为要稍微适度 当然最近的Computex AI界的大势 6月2号6月开始要准备 如火如土的展开 包括黄文勋在台大的演讲 我认为对AIPC跟AI伺服器 都是一个利多 所以如果各位投资人 你们对比如说 刚刚上厨师人讲的AIPC的一些 上关的一些股票 台积电红海等等的话 我是觉得说有些股票 比如说我们先以台积电为例子 我看到外资在对台积电的一个平等 跟他的目标价的一个提高 我觉得有点后知后觉 我是觉得有点 好像有点稍微晚了一点 因为我记得我上次来 上上次来的话 外资对台积电的那个目标价 我觉得还那个参考益还是蛮大的 因为那时候台积电还没有涨很多 那时候大部分都在860 860 850这附近 那个时候给的目标价 对 不过现在我看到他们的目标价 我觉得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们的重心可以放在台积电 其他的有关一些比如说AIPC的 相关的一些股票 那个主持人有稍微整理一些 AIPC的供应的一个目标价 那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像鸿海啦 季佳 韦影 台达电 齐鸿智茂 这几只股票各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AIPC在Computex来讲 一定绝对是亮点 也就是AIPC未来也是下半年 一定是如火如荼 各家大厂拼命的一个 我不敢说是什么草题材 而是说这个会反映到他们实质的一个 业绩基本面的一个营收益柱上面去 所以我认为AIPC下半年可圈可点 好戏在后头 不过现阶段而言 你们要谨慎学果 我给各位一个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如果你们要找这些股票很简单 你们要去找多头排列的股票 多头排列的股票 对找多头排列的股票 然后呢讨论度比较高的股票 各位也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讨论度比较高 讨论度比较高 这张是AIPC跟NB相关的 我们把品牌组装的部分 而这个是一个是目标价的部分 投资人我们做功课是做得很认真 都提醒你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里面当中 找一个这个多头排列的 然后基本面好的 还有外资投信会去买的 外资投信会去买的 以上这几点你只要好好掌握住 有些相关的股票都可以去做一个 飞行师我看到就有两档了 符合你的标准 所以投资人你看到了吗 或你理解了吗 飞行师今天已经做了最大最大的努力 要点醒投资人好不好 那我今天来这边不是好像 有点这样很严格 然后有点在那个吹毛求刺 是说现阶段 因为这些股票很多股票都已经涨多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选股的话 要稍微谨慎一点 我是在帮各位去做一个万中选一的动作 对这已经是让投资人 再来到这个位阶高档区的同时 大家都希望可以买在这个先左下角 然后打底完成 然后再往上的这一个阶段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部分的一些功力的话 这样打底上来他震一下 你可能又会忘掉这档 原来他是一个打底向上出量好股票 所以我们会持续帮你来做个观察 实际关系我们要紧接的来看一下 那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呢 我们刚刚有说了 机器人大军公营黄仁勋 那我们之前在三月份呢 我们这个刘青俊分析师 其实就来到节目当中了 我们赶紧来切入这个话题 我们这边给的是市场这边给的数据 2022年到2028年全球工业 机器人市场规模的部分 已经告诉你 这年复合成长是年年增 然后呢这个到2035年虽然对你来讲 觉得有点远对不对 但是这个目标情况是存在的 那归拿要推出人型机器人的计划 我们之前就背景就细节目的 还有台湾相关个股的部分 你看红准漂不漂亮 这个大家现在看到刘青俊老师 第一个会想要叫他所罗门 不叫他刘青俊老师 会叫他所先生 好先叫我们分析师 是索罗门之前我在这个节目推荐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四五十块钱 现在已经来到一百七十多块钱了 算一算算一算算一算 对对对 我跟各位报告就是索罗门 他是一个这波来讲 机器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因为他是黄雲勋清典的 对那我在看到这一个多月来 我看到市场对索罗门 不管是外资投信 或者是我的同业头顾们 对索罗门的看法 或是对机器人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投入到机器人市场这块 因为他们我觉得 我是觉得他们对这个机器人产业 仍然会有点疑虑跟偏见在 不过索罗门已经涨到了 已经涨到一百七十 我认为索罗门后面 他还会更上一层楼 我认为索罗门股价未来 还是会颠覆很多人的想法 不过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说 如果你们现阶段想要投资机器人的一个股票的话 因为我记得我前两次来的时候 我跟各位报告一些相关机器人概念股 每一档都涨 每一档都涨 像昨天那个林华还拉到了涨领板 那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说 林华就是控制模组 我们分析师都帮你们投资人 已经整理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说接下来你们要投资机器人的股票 一定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请你们去买二线的 二线的 一线的已经涨 大家都知道的广民 所罗门 这些都已经涨很多了 那我想跟各位聊的是说 二线的 二线的机器人的一些股票 将是接下来 那支大户有钱人 他们会去锁定的 可是有人认为昆盈好像只是扫机器人之类的 这种不觉得不够纯粹的 这里面是不是也会存在 最近的昆盈已经连涨了好几根涨停板 还有些股票 比如说像那个2464的蒙利 蒙利 蒙利你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OK 然后还有谁呢 最近的比较强势像3537的宝达 罗森也是 对罗森也是 是不是 但是怎么操作呢 好不好 机器人这个标翻了 涨幅以及筹码当中变化 我们也帮您做出来 这个涨幅已经超过所谓的大盘的 周线连二连三红的 月线连三红 连四红的 五月法人有在买的 最后时间交流分析师 您觉得还有哪一些要叮咛的 我觉得这些股票主持人 都已经整理得非常非常详细 但是详细情形 我想各位有空去看看 我个人的盘后节目 我在那边会跟各位报告的 非常的详细 好 这就是不用再去 所以你看 从分析师讲完之后的所罗门 你会看到很多什么 YT啦 Titalk啦 上面会跟你讲说 所罗门第二啦 然后接下来买不到了 就跟你讲震威第二 会跟你讲说 广运第二啦 广民第二 其实没有 要你就买在最恰当的时机 那行情有出现变化的时候 这些个股怎么操作呢 其实你们可以上这个 刘静俊老师的这个节目 来做详细的来做观察 还有一点我想跟主持人插个话 就是说 这次黄仁勋回答下给 除了下给所罗门单子以外 除了所罗门 还有四家 还有四家 四家公司 四家四档股票 也是NVIDIA 下单给我们台湾机器人相关的订单 上面有吗 上面啊 上面有 我刚刚有看到 有看到几档 有 有 没错 真的很心动 但是因为节目的关系 我们只能先进一道 怎么要进广告 所以刚刚分析师已经说了 这个还有四档 在机器人个股当中 其实飙翻 涨幅跟抽马概况当中 里面有 有那个四个 还是未来的大英雄 希望投资人可以看 刘静俊老师的分析师 我认为是大概六月份 甚至七月份 非常大的一个潜力 黑马股 先看你的节目 那你就 只要有投资人看我的节目 你就可以去看刘青俊老师的节目 里面你想听到 你想掌握到的 这一次 真的要好好把握机会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片刻 相信 也就不是电话 掌握到的 还不得到 肯定一辈子 马肠 更好 而且 搞得到 水 摄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节目的 那现场接下来我们要紧接的来看一下也是市场这边最爱的 那也是刘青俊老师之前已经说过的那就是散热的部分 散热概念股买起来但是要买谁才能再赚百分百 那军用的无人机真的是夯飞天 这个翻倍的部分真的还有 但是呢你要精挑信血 所以我们先从散热的部分来看 好 AI的全球商业市场规模 到2024年AI持续的续强 因为北美四大的CSP的投资 事实上资本支出持续的增加 那你看到AI伺服器的同时 订单能见度有不错 为什么要先给你看这个呢 因为这个伺服器出货的好 你基本上我们接下来下一题才会出的好 这是2022年到2026年 全球伺服器出货的预估 目前这样看起来其实2024年将会成长 大概38%出货量大概有167.6万台 2025年成长大概26.5% 到2026年成长有24%略为降低 但是呢出货量的部分呢 会持续的往上来做个攀高 如此之好那是不是所谓的散热的部分 就是未来一个大家的手中之宝 因为在于所谓的AI晶片的部分 它的过热可能未来成为在电力的部分 应该也是吃电怪兽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散热的部分呢 易冷散热等等相关议题 那个水冷散热的话 也是黄仑星开进口所点名的产业 然后我这阵子也看到一些新闻说 现在水冷散热可能未来会变成期货可居 架高者的甚至有点像到拍卖会一个现场一样 因为现在水冷散热很缺 我从一些那个一些最近的一些厂商 所出去的报告来看的话 水冷散热未来还是期货可居 也是很多比如说云端大厂去想要去什么 想要去赶快要的一个产品 不过我觉得啦 因为我刚刚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主持人所带出来的一些台场的一些股票 我觉得水冷散热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它的一个方向趋势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正面阳光应该都是可预期到的 不过股票而言的话 我在这边就要提醒大家了 因为我刚刚在看一些台场相关的股票 我觉得像双宏齐宏 这两家股票这两家公司 我认为大家应该都知道非常清楚了 那它的股价最近也是表现的还不错 也可能要往 像双宏可能会往千元去做个迈进 进千元俱乐部 是的没错 建策已经进入了嘛 对没有错 那虽然一线大厂最近的表现还是还不错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说 我今天来这个节目了 不管是机器人 二线的机器人 水冷散热我要跟各位聊 二线的水冷散热 因为我认为的潜力股刚好 刚刚那个资料里面 并没有看到我的潜力股在上面 因为被我们遮起来了 好不好 一冷散热大扩敞 获利翻倍 技技好的有谁 我认为接下来的话 那个市场的资金会集中在一个二线的水冷散热 就是市场上讨论度比较少的 或者是散户琢磨程度比较不高的 那些水冷散热 我认为反而是接下来六月份 散热市场里面最大的亮点 那股票我已经帮各位挑好了选好了 那以现有资料来讲的话 双融其中各位还可以稍微去看 那最近的来讲的话 那个励志 励志跟还有泰塑这两只股票 也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有人说其貌也不错 对其他的话就 等等 对其他的 各位就看看就好了 就用这个好不好 我们今天这个一人散热大扩厂 获利翻倍记记好 你扫前方的QR Code 你所想要知道那个 大家都在看的那个 其实你再去追高 我们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能够买到中低价位的当然是最好 但你会觉得没有吗 事实上有 我认为二线的散热股 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幅度跟潜力 反而是比一线要来的大 只要你买对的话 我认为最少应该 我不敢说保证 但是我认为30% 50%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30% 50%其实很多 对很多投资人而言 好了这个最后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人 今天要赠送给你一冷散热大扩厂 然后记记好 然后能翻倍 你扫钱放到QR Code 我们在下个礼拜的中午的12点钟之前 我们会将资料赠送给观众朋友 希望你可以自己在上面 但你需要留下你的手机号码 因为我们是要联系你 然后告诉你到底该如何来做个音乐 最后一分钟时间时间交给分析师 是那个无人机好像没有时间来去谈 但是已经大概图表也都帮投资人做好了 有机会的有外资买进的 那我们下个结论好不好 对于无人机的概念 因为那个520赖总统已经就职了 然后他的谈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到了 所以在军用国防 军工国防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认为无人机应该是接下来 我们政府会大力扶植的产业 因为毕竟赖清德在之后 他选举结束之后 他有去看 他去看的那家无人机公司 就是雷虎嘛 所以雷虎来讲的话 这次股票大家还是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另外 上面谈到一档股票叫中光店 还有顶天 这两支股票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留意 好 因为时间关心只能进行到此了 那还是要提醒投资人 这个一冷散热的部分 这个资料全部要赠送给观众朋友 也希望你下个礼拜操作顺利 愉快也感谢我们清俊宇老师 来到节目的现场 感谢你的锁定 我们再会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全心照顾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相信从顶业 总想着必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